这一条鱼我觉得好牛逼啊 我发现一个问题啊 只要是你们看到这个后面人很多的 基本上就都是哪种的区域 我靠这个景区好大 你们看一下大不大 哈喽哈喽 这边这位是水鸦的销车总监 拍完了水鸦 然后我们又来到了老朋友马亦这边 没有分瓦数 都是那个尺寸 但它是可以调光的 原本我想说这期视频到底要不要剪 因为你们从别的博主那看的也差不多了 热度也过去了 但是我想说既然素材拍都拍了 还是可以给一些没有来到现场的朋友们 一起来看一下 那这期视频就是广州型的POT FOUR 让我们一起逛早会 雷龙你们可能看的比较多了 那我们就顺便看一下其他的 这边是台湾的豆 同样的 雷龙一样也是泥塞鱼 然后他们也是会有这种花式的表现 他这个应该是分土别的 这两条上面有隔壳的隔壳 第一名和第三名 这边都是一些糖果色系的豆鱼 这两只糖果色系 这次还挺漂亮的 隔壳也是在花式 你们正常养活的时候 这个里面是应该要放一个隔板的 不要让他们互相能够对视的 如果说能对视到的话 他就会一直这样才发生 其实是比较累的 那现在就带你去逛一下 展会里面的其他的一些东西 因为这两天雷龙鱼 我相信你们已经看了很多朋友在直播了 我们看一下这边 这边应该都是很差的 用上那个老李的配音 然后动了 刚刚他的手 等他站在那里 我的手去碰开的时候 他那个眼睛会转下来看我们 那秒是什么感觉 然后结果还有一只 没发现吗 哈哈哈哈哈哈 很差 是喔 现在走到了这个 阿姨还有水鸦这边 然后进去看一下里面有没有熟人 跟大家聊一下好不好 阿瑞 哈喽哈喽 哈喽 这边这位是水鸦的销车总监 阿瑞 然后最近有没有上新款的展会 新铁 但是新铁还没有上市 那是溪流缸 我看一下 他的外观 我看上去跟鲸鱼缸有点像是吧 基本上是就是在鲸鱼缸的原基础上 做了感受 因为他这个尺寸 现在的设计是比较适合吸流的 来大家看一下 他这个地方就不是鱼马桶 对 他取消了鱼马桶 然后呢他是直接直吹的 他这样出水水流 他就会起一些更适合吸流那种感觉 没错 然后他的研板选择是可以按照需求量去做选择的 比如你现在需要的是3公分 那就给你调整到3公分的鱼缩 你需要5公分就调整到5公分 现在有3个尺寸 就是358 3个尺寸可以做选择 我们来看一下老产品水阿的80方钢 其实我觉得方钢其实挺好看的 特别是这种方钢 我觉得养鲸鱼 鲸鱼需要那种鱼缸的开口比较大 整体的这种观赏效果也是挺好的 近距离拍一下这4款钢的一个 肉眼我看到的效果的感受 这个就是大家看到的黑研板 对 这是萨斯比亚黑 萨斯比亚黑 每一台钢它的研板都可以去根据自己的装修 其实是一个搭配 白色研板 也就是我们的雪山白研板 这是王嘉丽 它的材质比较特殊 因为它拍出来不是特别的好看 但是它实物其实是非常有质感的 对 整体的感觉包括灯打下去 通过反光上来 它的整个这个蜜色我觉得很到位 其实有时候我们觉得爆炒爆的比较多 很多人很喜欢爆炒爆多了 不管是打理啊 还是怎么观赏 其实有时候很容易看蜜 但是这个颜色的研板很高级 萨斯兰玉 这一款也是 这一款研板其实是很多人喜欢的 因为我出的这一款是最多的 原先是没有把这个研板算到我们的设计里面的 是附加的 后来我们把它加进去了 因为它释出来的效果真的是非常不错 而且很受欢迎 这一款 拍完了水啊 然后我们又来到了老朋友马云这边 这边是马云的阿招 然后让他来帮我们介绍一下一些新的产品 这次展会上面 OK 那这一款呢是我们新出的叫氧气汉堡的气泵 它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氧气汉堡的S版本 它是可以支持是充电使用的 它这两款都是一个家庭版的一个精英 隔膜式的隔膜式的一个气泵 它跟传统的皮碗式是不一样的 它这个的使用年限是皮碗式的5倍到10倍以上 第一个精英 第二个使用寿命长 然后这一款是属于可以断电有锂电池的里面 对金属的一个外观 对 这里有那个氛围灯 也比较有分量 对比较有分量 然后它是会配这个100的气盘 就标配在这个氧气泵里面的 拍之后呢 里面是会有这个支架 现在就是把支架和灯全部集成在一个包装里面 对对对对 这个样子比较好 因为这个只有一款 那我们不用去额外的去购买什么大小支架之类的 这个东西 对我们看一下这个质感 我觉得这个灰色的这种金属比较有质感 对相比之前那个黑金的配色 它的外观会更升级的 对这个感觉更耐开一些 然后它的体积是更加的迷你了 非常的迷你 原来的应该小的1.5倍到2倍足了吧 现在相当于是没有分瓦数都是这个尺寸 对但是因为没有分瓦数是因为它具备的一个非常好的功能 它存20瓦 它有6档可调可以调到100瓦 就是说现在它是可以调光的 可以说是这款灯是老款的一个全面的升级 对全面的一个升级 它还有一个护眼防受精的一个渐亮渐息的一个功能 我们开关的时候 它慢慢亮慢慢按记忆定时 我们可以定时到什么时候亮 什么时候关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这一些水阿的缸上面的这几款 筒灯全部都是用的这个新款的筒灯 这款1米6的缸大家可以看一下 两个筒灯它的照射范围基本上可以覆盖这个缸 然后它因为这是一个溪流风格的缸 然后我觉得也挺合适 它没有像之前老款我觉得可能会有点增艳的不太自然 这个我觉得整体看上去还是很自然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底纱的那个颜色 对你们看一下底纱 现在是场馆的灯光是非常强烈的 然后这边的这几款是水阿的80的方刚 大家可以看到就这么一个小的灯喉 完全可以把整个缸照亮 基于这个品种增艳效果也是一目了然的 包括它也有不错的暴躁效果 哪款该有的工人它都会有 OK反正我个人是现在很期待这款灯 到时候安排一下 首先来的这些产品我简单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是马云的原子光和 之前有很多朋友他不了解色温 那么现在可以很直观的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13000K 中间的这个灯 大家能看到这个光线是非常冷的 属于一个冷白色 那么这个大概就是6500K 那这个色温就是属于一个暖白 就是一个太阳中午的一个光线的感觉 那么这边是一个2700K 它是一个暖黄色 就类似于黄昏时候的一个灯光的效果 也是龙鱼的灯 它其实这款灯跟原子光和 其实在色温上面是一样 大家可以看到冷白的暖黄的 还有一个暖白也是同样的2700K 然后这边是13000K 这边是一个6500K 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个色温的表现 这个是金蓝白 这个是增业plus 然后这边是那个普通款的增业 然后尺寸是从26 36 52 72 这边是最长的172 所有的全系列全尺寸都在这里 然后这里就是绿材了 橄榄球 水计 然后这边是温度计 存给力加热吧 然后这边是新款是300 100和300瓦 就这种比较小一点 你们看到我这个手的这个大小 一个巴掌大吧 然后这边是600瓦 1200瓦会更长一点的抛色水泵 就是那个带RGB灯光和氛围灯 还有那个杀菌灯的那一款 就是它还有一个小的那个桶 小那桶的话呢 你可以增加一些盖石跟美食进去 就不需要增加太多 然后只要的这个桶的话呢 就是用来放珊瑚布会比较好的 然后现在我的普通店 就是这边叫我成功 这是红龙大鱼组的寄军 成长总冠军 所以让我带你到处备 到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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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处备 到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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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期Vlog就跟大家更新完了 如果说你喜欢这样的横版的长视频 一定要在弹幕或者评论区里告诉我 如果说喜欢的人多 我以后争取每一周都跟大家更新一期这样的长视频 这里是陈师傅 别忘了你的点赞和关注 我们下期见